前两天刚公布的成都2023米其林榜单上 有一家新上榜餐厅拿到了一心 主厨也获得了年轻厨师奖 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家座楼在华商中心 在人均重口味的成都 敢做福建菜的福满楼 这个餐厅凤娃典雅大气 我们今天是约了成都当地的好朋友们 一共八位 先来点夏布里一级圆的白尔区区鼠疫 包厢明亮通透 落地玻璃窗直接望去 正对着成都的双字塔 其实福建菜里面几乎没什么冷菜 那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杨师傅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惊喜 红葱头脆皮鸡 颜色金黄 皮韧中带脆 去骨但又保留了连着皮部分一丢丢软骨 配了红葱头 葱香浓郁 吃完真的纯齿留香 十六包的皮做得晶莹饱满 主要是投水紫菜 还加了黑松露提香 刚吃到第三道就感觉到了 他家食材真的是很让人放心 比如说像这个大馆 海钓的品质 肉又厚又脆坛 这么高品质的 在中原真的是可遇不可求 配点沙茶酱或蘸点酱油 就足够美味了 那开在成都嘛 也会融入一些当地特色的小菜 像这个就是麻辣味型的黑毛猪 被做成像猪肉干的样子 还有将福建人爱吃的水果露菜 热量不高吃起来清新清淡 像百香果汁儿净致的百香果果肉 用梅汁和梅子粉浸泡的水蜜桃 还有一口一个水润的甜笋 都是滋味不熟的夏季菜 把南方人爱吃的响罗 和四川特色的烧焦做结合 其实味道上完全不亚于刺身和汤串 让脑海里响罗的味道也更多了一次变化 更突出了它的口感与Q韧度 又是到上海吃不到的菜 用福建东山岛的斑杰虾做的虾身 加了些许麻酱条 保留了传统虾身中的脆和鲜 用鱼籽酱点缀 吃起来又香又鲜 用加了冬瓜的白头乌龙清口 过渡到下面的热菜 你们没吃过 福建人讲究冬吃萝卜下吃鸭 这是一个他们说姜姆鸭的升级版 而且姜姆它本身就自带养胃功能 我做姜姆鸭比较特别 就是因为我的姜姆鸭味道很香 但是它吃起来很干 胃又不足 所以说我就利用了一个 法式游泳鸭腿的做法 然后再去游局它 烧的时候满屋飘香 真的是视觉又嗅觉的双重勾引 他们用的是两斤多的福建斑鸭 这样处理之后 不但让鸭肉更松 也让它整个香味而无限放大 福建面线很多 他们这里用到的是厦门面线 那姜姆它已经炖在汤里做味道的 上面还加了一些嫩姜 做口感上的提升 整一碗吃完酣畅 你绝对让你爱不吃口 那来自两大处家乡泉州的小吃 五香卷菜果和墨鱼饼 都是但凡你到的泉州 不能错过的美味 而且一定要蘸这个辣椒酱才最好吃 五香卷裹起的香和酥 菜果的糯和爽口 以及墨鱼饼饼鲜香 构置出一条福建人朴实无华的童年鸡 让街头小吃的也有机会 登上大雅之堂 让全国人民一起普天通向 让我这个深爱福建菜的味 全程都吃得美滋滋 红水米糕 他们在这里作为一个过度的大菜 但不是作为主食 米饭吸收了鲜味 陪衬在下面 但主要还是吃这个红鱼肉 所有都给你去好壳 黄就弹在外面 黄角力曾经被灿兰先生 称之为全世界最好吃的鱼 既可以用来做鱼身 也可以用来清蒸 煎一条鱼只去两片 半边就切出来这一整块 上面还加了冬菜粒 筷子切的时候 就感受到它的新鲜度 调味有层次又克制 更突出了鱼肉的原具原味 这是从传统海利坚演变过来的 沙葱香橙间 用了一指粗的橙子 和来自西北的沙葱一起擀煎 纸糊上一层薄薄的木薯粉 加上大量的白胡椒 橙子的汁水 结合了爆香过的沙葱 胶织在一起 无欲伦比 真的好好吃 这一开始以为是兔丁 其实脱了骨的甲鱼 结合了青花椒 和多种辣椒的香气 一身的甲鱼 嫩如玉兔 把猪婆生 直接用石锅拿的柑橘 加了黑白胡椒 真是个游泳有谋的创意做法 像一般的事 如果胃过度 软啪啪的很难吃出它的韧景 但柑橘后 表皮焦香 有脆度 有韧度 有Q感 真的无敌放大了猪婆生的口感优点 最后的高光时刻 来自这碗全粥面线糊 用蟹肉高汤做底 加入了蟹肉丝 猪血 大肠粒 鱼卷粒等等 吃果都夸赞 地道又让人想念的泉州味道 最后一屋透明冰盏 倒入了冷脆的铁观音 里面是自制的石花糕 是泉州当地人都喜欢吃的一种去属甜品 食材不贵 但制作起来费事费工 又是在异乡吃的 有感不一 跟梁师傅聊天才得知 原来也是位明星主厨 承上过主厨的荣耀 拿到过谁是顶厨的全国总冠军 越来越多美食 让我们看到突破了地狱的壁垒 让更多的人接受和喜爱 很多年轻厨师的才华与努力 也让我们更加期待 这个行业的未来与可能